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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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国人常常说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但是那难移的本性在基督的爱里 在基督的拯救里 在基督的能力里可以改变 可以翻转 那我相信刘牧师坐在这个地方 他就是一个见证 让我们看见的不是一个软弱的人 让我们看见的是那位有着不离不弃的爱 有着翻转生命能力的耶稣基督 在他里面活着 那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的请到了刘明和牧师 在我们的演播室里面 那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想谈一谈刘明和牧师 现在的你们陈希会的这些工作 你们到底都帮助了哪些的人 而且我也特别的有一种的 很想问一些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发现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 当然我们说毒品 是一个瘾能够对人有一个很大的捆绑 可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世代可能很多人不吸毒 可是他的瘾不比毒瘾小 赚钱的瘾 色情的瘾 手机的瘾是最厉害 你说我们基督徒也有这些问题的 我们基督徒也每天被手机捆绑 我们也被金钱捆绑去拜马门 所以我们其实也不比毒瘾的人好多少 我们都有我们生命的问题 所以我想问问刘牧师 您怎么看今天这个世代的这么多的捆绑 这么多的瘾 那个魔鬼的诡计在哪里 我们要怎么去得胜呢 圣经有一句话说 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就气纷纷下到我们这里来 这个气纷纷就是无所不用奇迹 其中一点就是用毒跟瘾 来残害人的生命 其实我们早期晨曦会叫福音戒毒 它的重点在鸦片 海洛因 还有一些化学合成的 比如说今天的什么咖啡包 摇头丸 还有大麻这些 其实这些本身是药 不过你滥用了 乱用了 物用了 就会上瘾的 产生了依赖性 产生依赖性 上瘾了 就会中毒 所以毒瘾 毒瘾 是分不开的 只是看你的是哪一类型的这样子 那我们就用一个戒毒中心搞一个农场在那边 因为嘛 你每天都要读经祷告这时候 我们没有烟 没有酒 没有电视机 因为我们认为烟毒不分家 酒毒不分家 也没有电视机 也没有报纸 你说什么都没有 这个很不人性 这个才人性 你什么都有 他怎么戒得掉 他不会真正去看新闻 他也不会真正去看政经的事 他都是搞小道的 小道的东西 那监狱里面说实在你管不好就戒不好 监狱里面都有毒品 所以呢 你如果给他太多的东西 太混乱了 你完全控制不了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叫福音戒毒 就把这个环境叫做无毒的环境给他设立起来 那么让他早睡早起啊 身体好啊 然后人际关系啊 这样子就带他信耶稣啊 读经祷告唱歌啊 这样子 那住在里面的人慢慢就因为这样 身体健康了 有信仰了 时间久了 他也愿意献身了 有些就去读我们的训练中心 有些去外面工作 我们就设立一个中途之家 这样子陪着他 我们就要陪他走过 那么吸毒是个全人的破坏 身体 心理 心灵 社会行为 社会关系 全部破坏 那戒毒一定要全人康复 重建 重建 重建他的生命 身体 心理 特别是淹毒心理啊 吸毒心理 很少人懂的啊 专家里都不懂啊 你要找 那我们是过来人嘛 天天都跟他们在一起嘛 这种心理呢 什么叫淹毒心理呢 我们吸毒的人很乱 当你辅导我的时候 我们就把你搞乱 用你的乱来遮盖我的乱 这个叫淹毒心理啊 其实罪人都是这种心理了 现在世界上不都是这样子 在做乱嘛 做犯罪的事嘛 那还有心灵呢 那就是我们建立很重要 所以我们说领人归主才能够戒毒成功 戒毒成功就训练他成为耶稣的门徒 就戒毒宣教 所以我们从香港到台湾 台湾到泰国 金三角 到中国 到美国 加拉大 英国 那么现在一共多少个国家 八个国家 八个国家 那么他戒了之后又去宣教了 他不是就戒掉了 是是戒掉了 但是福音戒毒是一辈子的 所以我们有个生命塑造 主耶稣在地上建立教会的时候 这个教会有一个目的意义 就是传福音 戒造生命嘛 说造生命 全人康复 就是身体 心灵 社会关系 那要多少的时间呢 最后就是尾声完成主的大使命 就训练他成为一个去帮助别人戒毒的神的仆人 那就传道人了这样子 可是今天就不一样了 今天又吸毒的就不一定是黑社会 有我们的家庭 老大 有家庭主妇的 在我们那边戒过毒 有警察来我们那边戒过毒 警察都上瘾的 他如果是卧底 然后去西上瘾 来我们那边戒毒 好可怕 好可怕 老师戒毒的也有 医生来戒毒的都有 我做四十五年 什么人来戒毒的都有 小孩子的九岁吸毒 十一岁来戒毒的 八十岁来戒毒的也有 他的孩子问他说 爸爸你要不要戒啊 他来了我们那边啊 他说戒也会死 不戒也会死 都一样了 我跟他儿子说 我都不敢收你爸爸 因为我们没有用药 我们靠祷告的 他如果身体承受不了怎么办呢 所以七十岁的也有 所以有男的也有女的 也有青少年的 有老人家的 现在是一个毒社会啊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戒毒的 进到戒饮了 戒什么饮呢 香烟的饮 赌博的饮 酒的饮 那个饮来了 他会乱 酗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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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很可怕的 所以现在酒驾是很严重 打手机的饮 网络的饮 网络的饮 吃的饮 还有人吃的饮 他吃了就挖出来吐 吃了就挖出来吐 暴饮暴食 就是这样 什么饮都有 因为呢 人类在犯罪多了之后 有一种行为叫做上饮的行为 就是被捆绑 他不是好像没有他呢 他就不过瘾了 就没有办法摆脱他 只不过是呢 那上饮呢 他勿用一件事情 乱用滥用 比如说金钱 权力 色情 他都是 都是饮 都是饮啊 那个最可怕的 还是网络饮 这个毒饮 还让人家看见 这个吸毒的人坏透了 那个网络饮 谁看得到他 他自己在那边搞 哇 那个生活上面就迷乱 所以我们叫戒饮中心 那我们戒饮呢 还是同样的用福音 因为理疗主我们不能够做什么的 因为他不是一个 他是环境的配套 管理的爱心 还有吃什么 什么课程最重要 那是一个生命的议题 如果他生命没有改变 你给他很多其他的东西 全世界你去查一查 没有一个戒饮戒毒的中心 能够果效很好 只有福音戒毒 福音戒毒 是最彻底帮人戒毒 它是从内而外的 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从内而外 使一个人的生命的本质 跟神有关联了之后 那生命改变了 生活就改变了嘛 是 可是他需要很长的时间 三五七年帮一个人 那社会的机构 哪里有这种行政资源 去给你住这么久啊 西方就算你有保险 最多给你去住一个月 他就不让你住了 现在整个社会的潮流 它是一个快餐文化 什么东西都是快快的搞定 快快的解决 可是生命的问题 那没错 没错 这个御牧师你就懂了 生命是要慢慢成长的嘛 对不对 还要对付的嘛 所以我们坚持 福音戒毒第一点 第二点呢 要时间 第三 要内容 还要看你给什么内容 你每天给它好玩的 好吃的 好笑的 你没有那个神的话 你没有那个内容啊 你给它住十年 它还是这个空壳子 一出去 比如我举个例子 猫啊 你把它关起来 你吃牛肉 猫的生命是吃鱼的嘛 我现在不给你吃鱼 天天给你吃牛肉 你关它五年之后 你把它打开 看它跑出来吃牛肉还是吃鱼 它还是去找鱼的嘛 因为它的生命是属于吃鱼的嘛 它的本性如此 你只是把它关起来嘛 那你放出来 它就会吃了 吸毒的人也是 你给它关在坐牢啊 做这样 它就是一个犯罪的本质 那我们习惯毒的人 不去找吸毒的人 很难过的呀 我也不晓得做什么 但是如果你把它生命改变了 如果猫它变了猴子了 它就不吃鱼 它吃香蕉了嘛 对不对 那我们变成是神的儿女了嘛 可是那个时间要三五七年 我在这几十年呢 帮助过六千多个 保守的我的同工古迹 总有八百到一千真正改变 真正生命重生 我真的看到福音的大人 有些是黑道的大哥 有些是家庭祖父 有些是孩子不懂事的读书 我们还有一种戒毒所 叫三合一 哪三呢 吸毒 吸毒共用针头得了艾滋 HIV 还有乱性就叫同性 同性嘛 它吸了毒很high 它就乱性 乱来了 乱来了就感染艾滋 这个叫三合一 这种在一个人的身上 他们说牧师啊 你们吸毒 你的见证我听多了 我看我很感动你改了 那HIV的现在也慢性病了嘛 你只要不直接议题的接触的话 它没有什么问题的 他说我们这一方面很难的 我说 在人不能 在神 凡事都能 他不可能只救我不救你 他说很难的 不一样的 我说怎么难呢 他说牧师 你把我这样子关起来 我一看到一个人 我心就冻了 我说这样 我说神爱你了 上帝爱你 现在也有人 慢慢的在读我们的训练中心 我就希望训练他们回头帮助别人 好像您当初一样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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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神的大人 神是 神真是这个大人 无所不能的 只要我们愿意 但是很需要时间 需要时间 需要时间 需要内容 很需要有爱心的陪伴 很需要有耐心 很需要有属灵的全病 他有时候挑战你的 那个得HIV的人 他就跟我说 我们要抽根烟 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 我说烟毒不分家 他说我比较特殊 我说你有什么特殊 他说我感染呢 感染就是得那个病 我说感染不感染 或者这样那样 都一样 都是罪人 罪人就需要悔改 这个我们就都一样 这样子 所以我就坚持下去 但我看到真的很多人 而且就一个人 就一家人 是 一个人吸毒 全家都痛苦 是的 可是一个人戒掉 全家都幸福 我真的看到全家都戒掉 我举个例子 有一个女孩子 她吸了毒 她到了监狱 信了耶稣 她出了之后 她来找晨曦会 想来读我们的训练中心 我叫她在外面 给我考验一下 啊 后来她进来了之后 她就写信给她先生 她先生呢 帮她打第一针海洛因的 因为她吸的是安非他命嘛 那她先生 吸了这个海洛因 她就把她打 写信给她 先生在街脑里边说 这个太太是不是头脑坏掉了 一天到晚读圣经 感谢主 感谢主 她跑出来也来晨曦会 也在我们晨曦会信了耶稣 读了我们训练中心 也读了神学成为传道人 就写信给她爸爸 她爸爸是帮她儿子啊 帮她儿子 打第一针海洛因 你看可不可怕 一家人一个还一个啊 她爸爸是贩毒家族啊 她说她已经吸了安非他命啊 打一针有什么关系 就帮她打第一针海洛因 结果她又写信给她爸爸 她爸爸也跑出来来我们晨曦会 也来晨曦会 现在耶稣 现在全家都信主 之前是一个还一个 现在是一个就一个 我就说就一个就一家人嘛 我真的看到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 所以我现在在 从事这个戒毒的主要是戒心毒了 那心毒是生命的议题 可是讲很容易啊 做起来 那你的陪伴 我们同工都需要装备嘛 我们也有个性脾气啊 有时候哪有这么 而且24小时要住在里面陪伴 那他们要轮流了修办 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 主要就是把福音传给这些人 如果他生命的改变呢 我觉得 救一个人 救一家人 救一个社区 也等于救一个社会 是的 非常的有意义 是的 特别感谢神啊 在过去这些年间 神真的是透过刘牧师 这个合用的器皿 成为一个恩典流通的管道 让神那个拯救的恩典 临到了那么多的人 但是我还是想跟刘牧师再探讨一下 因为今天我看到在教会里面啊 我们基督徒啊 是 也有淫啊 是啊 我们其实也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的生命 很多基督徒其实 圣经讲的 主耶稣说你不能拜两个神 你不能几百神又拜马 但是我们说实话 有多少基督徒 其实我们还是在拜马呢 是是是是 是被金钱捆绑的 还是要赚钱 是的 其实很多人的那个观念是 要让耶稣帮我赚更多的钱 所以他的核心不是基督 对对 是钱 是他自己的欲望 他其实就是一种影 对对对 在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 您刚刚说那个手机影 哎哎 打游戏的影 是是是 哎呀刘牧师你知道我在教会里做牧师啊 这个真的是由姊妹来告状啊 哦 说我老公啊整夜都在打游戏的 都不跟我讲话的 是是是 都不读圣经不祷告的 是的是 可是你看他心主好多年了 他都受洗了 还在打游戏 那个年轻的小弟兄小伙子们很痛苦 在教会牧养当中都是一些很现实的问题 是的 那刘牧师您对这些有隐的基督徒 嗯 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我们应该是胜过这些捆绑的 嗯 可是我们就是胜不过 那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劝勉 哎呀劝勉可以劝勉 但是有一句话 预防胜疫治疗 那是防不胜防的 那是防不胜防的 你劝可以 他做很困难 那我们还是这样子 那很多人呢他必须要受到伤害了 受到挫折了 受到教训了 嗯 才有了他有可能改变的一面 那关系劝勉 他都知道的 他都知道不对的 嗯 圣经不是说吗 立之为善有的我 但是呢他要知道 明知道破坏了个人生活 家庭生活 婚姻生活 工作生活 你还要去做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是上瘾 你要有这种认知 那上瘾呢 就会中毒的 嗯 那个毒呢 就会残害你的心灵啊 身体啊 家庭啊 那是非常非常可怕 我只是告诉大家 要有这个警觉性 我们凡事都能做 我并不能说不能打手机 因为这个是一个工具嘛 你用的好不是 可是呢 凡事都不有益处 我只能用圣经的话来勉励大家 但是你要有个认知 你已经破坏了婚姻生活了 那不跟我讲话 那是你的女朋友啊 那是你的神的吗 那不等于在拜偶像了吗 这个就危险了 那个等于是上瘾 上瘾 上了多久 上久了 就中毒了吗 中毒了 那你是中毒要怎么办 那你天天 你不可能在外边 有手机的地方去什么 那就要彻底的去解决了 有些人非要到倾家担场啊 钱也是一样的 贪啊 赌啊 这个外遇也是一样 没有办法 心里面就想 心痒痒的就想去 那是一种罪恶的捆绑 有时候也是一种试探跟控诉 所以一个人 基督徒 基督徒讲是这么讲 如果没有好好在神面前 就去认知情境神 还要对付 还要真的有个环境的话 那非常困难 这个世界充斥了这些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知道有这种现象 你已经是上瘾 上瘾下一步就是中毒 那毒欸 那是很可怕的 就是你别把它看作是一件小事 你要很严肃认真地面对这个问题 这个毒字啊 在圣经的字根叫做行邪术 它的希腊字叫pharmaco 英文叫pharmacy pharmacy就是药嘛 对不对 那我们中文就是毒嘛 就是药 很邪门的啊 它会 它会侵蚀你的生命 侵蚀你的思想 侵蚀你的家庭 但你明知道是这样 你还要去做 就要知道自己上瘾 上瘾要戒啊 要去对付啊 那戒毒戒瘾就是戒罪啊 那要认罪悔改 那你说我要认罪悔改 可是旁边又是一个打击的 你到酒吧旁边去戒酒吗 那很难的嘛 要远离 要远离 要找环境 要找适当的时间内容环境 那很难啊 它又要上班 但它又要做这个 所以这个世界纠缠 我是奉劝大家要有一个认知 不要到了那个地步 已经上瘾了 还不知道 那就非常困难 那刘牧师呢 其实我在牧养当中 还遇到一种情况 是 也是挺常见的一种情况 色情网站 是 而且呢 是 比较多是弟兄们的问题 对 那更比较多的是一些单身弟兄们的问题 是 是 嗯 他们其实很挣扎 对 他们之所以来找我 就是已经心里有罪咎感了 已经觉得很得罪神 我这是犯罪 对 可是他们控制不了自己 就不由自主的 没错 一打开电脑 就就上去了 对对对 那夜深人静的时候 人家都睡觉了 他就在那里看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 可是看完之后呢 又痛苦 又罪咎感 又觉得得罪神 又在神面前悔改 说以后我不再这样了 过几天 又忍不住又看 那 这种情况怎么去面对 面对啊 真的我就刚刚讲了嘛 这个社会 到处都是这些 那 除非他要 他愿意重整生命 那重整生命 他的困难就是说 我要上班啊 我不能够去到你戒毒所啊 有些人常跟我讲啊 都说我的身份啊 有艺人啊 有些老师啊 医生啊 他怎么好意思来我们这边呢 都不敢让人家知道 但是还是有方法的 如果你要愿意 你要认知 你要有病事感 也要有罪事感的话 你要有认知度的话 你愿意的话 还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设计 玩具内容啊 来帮助他的 但是他不愿意的 大多数都说 我还要上班呢 我还要这样 我还要来 这是一个最大的困难 现在就是一场 我们戒毒戒引 就叫属灵的征战 它是一种征战 所以不一定是说 混黑社会 要吸了毒的才要 一般的信徒啊 甚至传道 都有很大的引诱啊 我们都有软弱啊 对 那个更困难了 我们吸毒还在外表 被人家看到 那个是根本人家看不到你 你自己 对不对 你自己在那个电脑上面做什么 谁知道啊 那里面多少犯罪的事啊 是吧 所以呢 这个还是 劝是可以劝勉的 当然我们讲一些劝勉的话 实际要做呢 他认知度要够 认知度够了之后 还有行动 愿意去对付 愿意去对付 找有经验的啦 找有爱心的募责啦 专家啦 或者有经验的来 来去 寻找帮助啦 你一个人独立拦置 他帮助呢 你一个人去借 你一个人去对付 老实讲 很自然的嘛 诱惑一来 声音一来 没有人看得到 你就跑去了 一个团队不同 所以我们晨曦会 就是用这个方法 团体生活 晨曦会的弟兄们 每次出现的时候就是 那一对人 总是在一起的 谁也不能笑谁 大家都一样 而且我们都是罪人 在耶稣里面 悔改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的互相 那就有一种力量 但是这个在一般 他们有上班的人来讲 他们觉得很困难啊 我怎么能够 离开我的这个 那我是想 还是要想 求神啊 帮助我们 愿意回到神的里面 这是一个基要的 非常感谢刘牧师 我们一想到刘牧师的时候 我们就把他跟戒毒联系到一起 但是你要知道 今天这个世代的毒啊 可多了 并不单单只有毒品 刚刚跟刘牧师 我们在谈的过程当中 你看我们提到了色情 我们提到了烟 我们提到了酒 我们提到了网络游戏 好多好多 包括手机 这个是现在最大的毒品 我觉得 我们提到了很多的这些 捆绑我们生命的东西 可是他本质上 刘牧师说 这是一场属灵的争战 是因为魔鬼 他要利用这些东西 来捆绑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好像 希伯来书所说的 随流失去啊 把我们从基督的身边 从神的恩典当中 从神定义要给我们的那种 人生的美好当中带走 然后进入到魔鬼 那个黑暗的权势 那个痛苦 那个堕落 那个灭亡当中 所以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 刚刚刘牧师就提醒我们 首先你要先认知 你别把它当成是一件小事 当这个东西 它已经正常的影响了你的生命 你的生活 影响了你的婚姻 你的夫妻的关系 你的家庭的关系 影响了你的属灵的生命 影响了你的教会生活的时候 它就是一种毒 它就是一种影 而且最大的毒 不是外在的毒 是心毒 是我们心里面 那个罪性的捆绑 是我们在心里面 给魔鬼留了地步 所以我们要认知 我们要悔改 而且我们要认识到 自己的力量是很弱的 我们需要一个团队 把生命真实的敞开 给牧者 给弟兄 给姊妹 给家人 给你身边爱你的人 因为其实我们这群人 每个人都有软弱 诚实地说 今天坐在这里的刘牧师 跟于牧师 我们也是罪人 我们也一定有 我们生命的软弱 我们都不是完全人 但是上帝为什么 把我们这一群的基督徒 放在一起 就是为了让我们做同路人 彼此提醒 彼此建立 彼此帮助 彼此扶持 同行天路 所以呢 我也盼望透过这几次 我们对刘明和牧师的专访 能够提醒 现在在观看我们节目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或者生命正在面对这些捆绑 这些毒的诱惑的 这些亲爱的家人们 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悔改 我们真的要看清楚自己所处的 那种真实的生命光景 我们也要在这个当中 抓住神的恩典 也靠着弟兄姊妹 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团契的生活 彼此真实的生命分享敞开 我们能够得胜有余 愿主耶稣基督那个得胜的能力 那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 帮助我们每一个软弱的小子 让我们靠主得胜 得胜有余 那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 可不可以请刘牧师 你来为着我们这个时代的 这些被捆绑有软弱的弟兄姊妹 来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 我求主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卧在魔鬼的手下 但是我们更知道 主啊你是掌权者 是的 我求主在这个世界 含有私欲 含有罪恶的试探诱惑的里面 主啊求祢赐给我们一颗 真是诚心来到祢面前悔改的心 主啊祢要我们的心灵复兴的话 悔改是开始 求主 求主让我们人人都来到主的面前 愿意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让圣灵光照我们 也求主赐给我们适合的环境 能够在这个环境中成长的时候 有好的同伴 那就是团契的生活 教会的生活 好叫我们天天在主的真道里面 被祢喂养来着转起来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有根有极 能够面对社会今天的挑战 主啊我们没有办法 真是除去这个社会的现象 甚至于是不去面对它们 但是我们有一个可能性的 就是靠主能够得胜 而且呢不去做这些事情 不去这个堕入在这样子的一个 试探诱惑当中被他侵蚀 主耶稣啊求你开恩可怜我们 这个罪人 让我们真是在主里面背里复兴 靠主刚强 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谢谢刘牧师 谢谢 也感谢亲爱的弟兄姊妹 您来收看我们的天窗亮话 人物访谈节目 天窗亮话 打开天窗说亮话 仰望天上的光说出心里的话 也盼望我们的嘉宾 他们所说出的那心里的话 可以成为你生命的光 成为你的帮助 成为你心灵的安慰 愿神的恩 常与亲爱的家人同在 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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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